士林区福中里 爱的社区关怀站正式成立 许多地方士绅 名义代表都到场相挺 以长王德利 能在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迅速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靠的是多年来 担任志工服务的经验 我在中华人青社区学会 我当志工已经当了 大概七八年以上 我希望在我们福中里 也成立一个关怀站 让所有的长辈的好朋友 可以一起来同聚 长辈们一到现场 先有志工热情招呼 紧接着检查血压 测体温 量身高和体重 开幕仪式结束后 马上安排课程 大伙学习新知识 顺便交朋友 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 我们老人可以有个地方 可以在这边活动 增加一些尝试 然后交交朋友 这个福中里 我们这个新里长 这边开始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是期望 他是办得很好 准备的一些课程 有关于这个健康促进的部分 然后也有园艺的 然后也有带动唱 那也有唱歌 然后甚至我可能还会带他们出游 福中里关怀站目前规划 每周一 三 四 五上课 星期三 星期五安排共餐 里长王德立 期盼长辈们能踊跃参加 真正落实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再谱新的篇章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牛湘亭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兰养